当时我就只知道我需要一个系统化的东西 帮我解决很多的烦恼很多的问题 然后我又看了那个价钱还可以是我可以承担的价钱 所以我就没想那么多就买了这样子 哈喽你好我是阿鱼 你可以叫我阿鱼你可以叫我Fish 那我做直播呢是从去年的9月份 开始到现在大概半年多的时间吧 然后我之前其实不是全职在做直播的 我是在电台里面当DJ 然后现在算是主要收入来源跟主要的full time 都是在做直播带货 那我其实不是自己的做生意啊 也不是有自己的product 我主要都是去跟不同的牌子的不同的brand去合作 然后一起达到branding的一个效果这样子 就我非常看好直播带货的发展 对尤其是个人品牌的直播带货 因为坦白说我觉得直播带货你要让人真的愿意跟你买东西的话 信任跟个人形象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过去的这些年来我都蛮注重 就是个人性欲这件事情 所以我也没有想到有一天 这个东西可以完全被派上用场 那我觉得现在就是它派上用场的时候 然后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整个大环境嘛 就不只是马来西亚 别的国家也好 电商也是发展的越来越好 然后马来西亚可能比较慢一点 就是直到可能疫情开始之后 大家才发现到电商的很大的一个崛起 或者很大的一个变化 然后直播虽然马来西亚其实挺多人在做直播的 可是可能多数人还是在做自己的生意的直播 然后这一种跟不同的品牌合作的直播可能比较少 但是我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多 当然我觉得第一个要讲的是服务啦 坦白说我觉得服务我们的人挺惨的 因为我们的直播都在晚上 就九点多 然后九点多我们遇到什么问题 我们也会直接在那个group里面去发问 然后一般上我们都会得到蛮立刻的回答跟解决这样子 那他们也会经常去征求我们的意见 说怎么样可以让这个app发展的更好 所以我觉得在服务方面是很好的 我觉得是有超过吧 我其实觉得它的收费真的没有很贵 因为是一年的嘛 只是如果只是说你没有拿到最高级的版本 可能就有一些小功能用不到 可是至少我用到目前为止 我还的这个钱我觉得是值得的啦 我觉得当然是有的 因为它整个是很系统化的东西嘛 所以不管我们是要找到顾客的资料 联系顾客还是查看回他们的定案 不管你用手机iPad电脑其实都是很快就可以完成这件事情 所以这整个系统化是非常方便的 然后它的那个资料也不会流失啊还是怎么样 会啊其实我已经推荐了 就是有朋友问我都会说我在用这个系统 然后我觉得还挺好的 所以我都有推荐给他们